我们来关心到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赖清德在脸书发文 谈到最近新北市发生的严重校园安全事件 他要对失去的学生跟家人至上最深的哀悼 赖清德也特别提到说 这起事件凸显了校园霸凌的问题 面对校园安全问题赖清德承诺 他会从三个层面来着手 包括提升心理辅导机制 让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向下延伸到国小 并且要推动学生辅导法修法 落实三级的辅导机制 更要强化社会安全网2.0 要强化高风险家族的辅导 也要持续增加心服领域的专业人员 赖清德承诺政府会投入更多资源 从源头来处理 不让类似遗憾再度发生 这也是赖清德首度针对新北国中生的凶杀案来发生 而同一时间赖清德也提出了最新的竞选影片 一起来看 只要每一个人拥有希望 这个国家就会有希望 这支影片的主题 契合赖清德他们提出的国家希望工程 而这主题呢就是愿景篇 赖清德提出了很多国政级的政策 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政策呢 继续带领台湾走对的路 酱 than